各位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喜特勒视角 那么今天呢 想和各位友友来聊一聊 关于随着北京冬奥会的召开的临近 现在整个的形势越来越紧张 参赛的外国运动员也要求被禁言这个新闻 那么北京冬奥会在即将开幕之际 澳组委的一位高级官员警告说 参赛运动员如果有违反奥运精神 或者中国法规的情况会受到惩处 北京澳组委对外联络部的副部长杨书 北京时间1月19日 在中国驻美大使馆举办的一场视频记者会上 被问及如果运动员在冬奥期间就人权等敏感问题发表看法 会有什么后果问题时做了上述的表述 任何符合奥运精神的言论 我相信都会受到保护 而任何行为或言论违背奥运精神 特别是违反中国法律规定 也会受到一定的惩处 杨书说 杨书解释说 取消运动员的注册有可能是违规者受到的一种处罚 奥林匹克的宪章第五十条规定 任何奥林匹克场地都不允许进行任何抗议或政治宗教或种族宣传 不过去年这一规定有所放松 奥林匹克的场地上如果出现某种表达 只要不影响比赛 不影响对参赛者的尊重 就会被允许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 国际奥委会清楚地表明 只要不是在比赛中间或颁奖典礼上 运动员可以在记者会上或奥运会场馆接受访问时 就任何议题自由表达他们的看法 杨书有关对违规运动员进行惩处的说法 似乎也与以往的奥运会惯例有所不同 因为在过去的历届奥运会中 违反奥林匹克宪章的运动员 通常完全由国际奥委会出面处理 全球著名的人权组织人权观察 星期二曾举办一场线上的研讨会 会上有发言者警告 正在前往北京参加冬奥会的运动员 为了各自的安全 在中国比赛期间 应该尽量避免谈论中国的人权问题 我们认为我们能对运动员提供的保护真的不多 而且国际奥委会也没有积极表明 我们要保护 并让每位运动员安全 全球运动员秘书长罗伯特科勒在会上表示 沉默意味着同谋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关切的原因 曾经两次代表美国参加冬奥会的滑雪运动员 诺阿霍夫曼也在人权观察举办的研讨会上 鼓励前往北京参赛的运动员 在中国期间保持沉默 他们最终不仅会被中国政府起诉 或像我们看到的彭帅一样被失踪 而且还会受到国际奥委会的惩处 霍夫曼说 所以我对去那里的运动员的建议 就是他们要保持沉默 多年来 全球多个人权组织一方面抨击中国的人权状况继续恶化 另一方面也指责国际奥委会 对中国的人权状况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为了商业利益而支持北京举办奥运会 美国认定中国在新疆对维吾尔族人 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者的迫害是种族灭绝 但是中国政府一再否认 存在对这些少数民族的迫害行为 国际奥委会星期二 以电邮回应路透社的置评要求时表示 国际奥委会始终承认并坚持 奥林匹克宪章根本原则 以及道德规范中所确立的人权 那么包括美国 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在内的多个国家 出于对人权状况的关切 而宣布对北京冬奥会实施外交抵制 不派高层官员出席北京冬奥会的任何活动 那么 德国之声的中文网也报道了 那么 两周后开幕的北京冬奥将是最不寻常的一届奥运 运动员们要经受严格的 简易隔离 不仅身体上无法同外界接触 头脑里也有预设的进去 参加北京冬奥会的德国运动员 在专注准备参加境地和适应新冠防疫泡泡之外 还要面对另外一些问题 比如 面对媒体镜头 打算和能够说些什么 据南德意志报道 作为前期准备 过去数周 德国奥委会被参加北京冬奥会的运动员和随行工作人员 举办了多场信息介绍会 内容也包括了安全和中国人权状况 据参与者透露 活动邀请了人权观察组织的专家 向运动员详细介绍了中国人权的状况 目的是让每个愿意在北京 对这一问题发生的代表队成员 能够在了解情况的基础上发言 他们是可以发表自己意见的 不过在去年12月中旬的一次视频会议上 还邀请了一位德国的外交官的官员 他所传达的信息 不得不让大多数人打消了发生的念头 据参与者回忆 这位外交官员指出 以往的事件显示 有的德国联邦议员在发表了批评中国政府的言论后 被拒绝入境 因此不能排除运动员在有类似负面记录会 记录以后会遭到同样的待遇 此外 也不排除个人的数字通讯受到监控的可能 这位官员建议前往北京的运动员 最好不携带电脑等私人终端设备 手机也最好使用一次性的预付卡 以便回国后销毁 上周有媒体报道 英国荷兰和比利时官方 也对本国的奥运代表团成员 提出了同样的建议 德国奥委会新主任主席维克特 不久前接受采访时还强调 在冬奥会期间 运动员有很多机会表达自己的意见观点 比如记者会 赛前赛后接受采访等 他甚至说 在中国这样的国家发出批评声音 可能会推动一些事情 可是政府又的运动员 提出如此明确的警告 岂不相互矛盾吗 德国奥委会对南德意志报表示 在如何面对中国的人权问题上 该组织与不同机构和层面沟通 从人权组织到外交部 所以得到的建议大向径庭 不足为怪 但关键是要让运动员知道 一旦出现问题 奥委会将站在德国代表队成员一边 提供支持 包括在北京有专人负责协调危机处理 并有德国驻华使馆和外交部的协助 问题是 在这种氛围下 有哪位运动员还愿意公开发声 德国冰翘选手阿尔特 去年11月在中国参加市场赛 返回后对巴伐利亚电台表示 对中国人权这件事表态 我们没有这个胆量 中国的新闻自由 也是在德国饱受诟病的一个问题 报道 奥运会的外国记者 同运动员一样 不能离开奥运防疫泡泡 只能在奥运村和比赛场馆之间活动 而最近几年 在华的外国记者的报道自由 已受到越来越多的压制 德国电视一台 驻北京记者安东尼 对德国焦点杂志 介绍了他作为驻华记者 在中国的日常工作受到的监控 以及中国式的所谓的采访自由 他说 大多数中国人不敢接受外媒采访 接受采访后 人们经常会接到警方的电话 要是说了什么批评型的话 可能会带来更严重的麻烦 甚至进监狱 异见人士可能被扣上 寻衅滋事的罪名 这是一条刑事罪 我们每次都必须考虑 这可能给采访对象带来多大危险 安东尼本人也受到监视和跟踪 很明显 我们的电话是被监听的 访问对象经常在事前就受到警告 不要接受采访 开车出去拍片 经常有一辆车一直跟着我们 对不起 采访时 这些根烧会上来阻止 他们跟我们住进同一家酒店 有时甚至就在隔壁 最好是所有拍摄计划 都得到政府批准 采访都在安全人员的眼皮底下进行 根据最新的民调结果 半数以上德国民众反对在北京举办冬奥会 民调机构 由government上周末在德国进行的一项 问卷调查显示 59%的受访者认为 不应将2022年冬奥会 主办权授权给北京 14%的人不这么认为 27%的受访者不置可否 在男性受访者中认为 中国不适合举办奥运会的有61% 女性为57% 对不起 那么从现在的情况看 全球对冬奥的运动员 对于参加北京冬奥会 实际他们不是怀着一个非常快乐的一个心态来参赛的 而是非常的紧张 抱着极大的恐惧感 其实这和奥林匹克的本身的原则是完全的相悖的 本来这是应该是一场欢乐的活动 是要像一场大的party一样 而现在全世界各国的所有的运动员 无一例外的都受到了自己政府的各方面不同的 就像刚才新闻里讲的大相径庭的说法 一方面鼓励你去讲话 表达对中国人权状况的关心和批评 这是作为一个普通的公民 他应享有的权利 也是得到了国际奥委会宪章的保护的 另外一方面 政府也担心他们因为这样的自由表达 可能会受到处理 受到比如说以后未来不能入境了 甚至于被扣留这样的情形 违反当地的法律 那么从这些个新闻报道来看 整个现在世界已经被中国在牵着鼻子走 因为随着中国所谓的经济实力 军事实力的增强 他的野心已经暴露无遗 日前习近平在达伯斯论坛上 还在指责以拜登为首 当然他没有直接点名 但是大家都知道 整个世界不应搞这种小团体 不得人心 那么实际上中共习近平讲的这个话 完全是自我打脸 因为在全世界大家都知道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代表 他是拥有最广泛的 大家的在价值观上的肯定的认同 而中共连一个朋友都没有 你放眼望去和中国真正是朋友的 是哪一个呢 你说拔铁 你还是说俄罗斯 你还是说北朝鲜 北朝鲜这次在整个的冬奥会上 给中国的打脸 那是啪啪的响 他是第一个站出来 连运动员都不参加的国家 而中共还是吃这一套 还自己被人打脸 还自己还要自己去抹平这个脸 然后讲他们表达理解 这就是中国中共 甚至于很多中国人的 他们的劣根性 就要牵着不走打着倒退 别人跟你友好 你跟人家一指气使 只要别人跟你瞪眼 你马上会跪下来 甚至连自己的小兄弟 根本也不会尊重你 金正恩应该是个大玩家 他真的是把包括普京在内 习近平在内都玩弄于鼓掌之间 甚至于逼着川普 都要去和他见面沟通 但是川普对北朝鲜的立场态度 他有他自己的手段跟方法 比拜登 比习近平 普京都远远的要高明很多 那么现在 北韩借着冬奥会的机会 发射了两次所谓的超音速导弹 逼着中国 怕他惹事 赶快的又运送物资到北朝鲜去 这种讹诈手段 习近平没有任何的办法 非常像极了 当初赵光义 也就是宋太宗 对于西夏李继谦的政策 就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如果把金正恩比作李继谦的话 非常的合适 争不熟煮不烂 你跟他软也不行 硬也不行 习近平没有任何的办法 那么北朝鲜如果都不是你的朋友 你放眼望去 包括越南 古巴 还有那些非洲全国 哪个不是你靠金钱来支持 才可能给你一点好脸色 才能在国际社会上帮你发声的 还有任何真心的在你落难的时候 在你困难的时候会给你支持的吗 一个都没有 所以习近平讲 不要搞小团体 简直就是自我打脸 现在中国对全世界的这种威胁 的的确确不可能不说起到了一定的这种威慑的这种作用 因为每个运动员都考虑到自己的这种前途 他们对中国人权问题的发生可能在自己的国内还好一点 即使如此可能也会遭到中共的报复 那么在冬奥会现场去表达自己的立场 我相信他们没有这样的胆量 绝大多数 也许有个别的人会站出来表达他的立场 我们希望有这样的情形 因为只要有这样的人存在 那么说明整个国际社会还没有向强权 向暴政进行妥协和低头 如果大家都保持着沉默 那么习近平就会更认为 自己完全可以把所谓的全过程民主向全世界推广 然后把中国的这套模式推广到全球去 那将是非常可怕的灾难性的一个后果 我一直在讲 在对待中共的问题上 其实不能有任何的幻想 不能有任何的缓霞 其实他这个和面对俄罗斯普京这样的政权 一模一样的道理 他什么叫得寸进尺 就是你给他一点点的让步 他就会变本加厉 当时在克里米亚问题上 美国的软弱 整个西方包括欧洲默克尔的这种绥靖 导致了今天他开始除了吞并克里米亚之外 普京又开始想着吞并乌克兰了 中共也是一样 在香港问题上 他看到美国除了发生之外 并没有具体的这种行动 所以他也敢于在香港问题上 在新疆问题上不断的越走越远 所以当有中国外的运动员在北京冬奥会上 如果真的表达了对中国人权问题的这种不满 甚至于针对彭帅事件表达他们的看法意见 受到了中共的报复化 那么全西方的世界应该站出来力挺这些个运动员 确保这样的悲剧不要再发生了 否则这个世界就没有公里存在了 这个世界就没有天道存在了 中共会越走越远 越来越鼓励他们的野心 好了 今天和各位有久就分享这么多 谢谢你们收听收看 请点赞订阅支持我们的节目 谢谢